形势危机下杨殷龙只好亲自督战死守 他还让女人到囤外去投降 我们投降了 杨殷龙已经服毒自尽了 稿子是这么写的吗 对对对 没错 完美 杨殷龙这小子的话能信吗 他不是自尽了吗 这不是鬼话吗 当然不信了 啊哈哈哈哈 落地成河 嗯 在古代有个叫波州的地方 位于四川重庆贵州之间 那里刁民横行 亡命之徒随处可见 你别跑 拿命来吧 直到一个叫杨端的人 打扶了这些亡命之徒 你们也别跑 拿命来吧 之后杨端就被朝廷 撤封为波州王 元朝时更名为吐司 到万历时期 波州吐司已经传到了29代 传到了杨殷龙首领 杨殷龙这个人相当得慎 对外结交苗族人四处劫虐 对内滥杀利威 发起风来 连自己的老婆和岳母做啥 还公然养宦官 妥妥的土荒地媒 当时贵州巡抚叶梦雄 主张发兵侦讨杨殷龙 但是四川巡抚李化龙 他认为波州人打仗勇猛 应该招服为朝廷所用 因此两边意见不同 吵了半天 发兵争讨 应该招服为朝廷所用 最后朝廷决定由重庆来审理 不要争了 让我来 审理的结果是 李杨殷龙一法当战 不过想要命的话也可以 交两万两银子就行 杨殷龙有点懵 这打也不打 招服也不招 就只罚钱 万历是很缺钱吗 讨厌 正好这时朝鲜之一爆发 杨殷龙趁机请求带兵 征讨不扣 戴罪立功 没想到新任的四川巡抚 王继光是个较真儿的人 停停 你这一大祸害 我看你就是不顺眼 哎呀你这口气 我就做我的土皇帝 我哪也不去了 打我呀 我去这也太嚣张了 给我冲啊 于是王继光调及三路大军 进脚杨殷龙 结果不出意外 王继光中了杨殷龙的诈降之计 明军大败而归 王继光因战败被撤职 此后 既然的徐苦们 再也不提剿灭之事 纷纷主张招服杨殷龙 跟着朝廷干吧 有肉吃 那是大有前途啊 杨殷龙一想 也对总不能一辈子抢来抢去的吧 那就归顺朝廷吧 杨殷龙那是积极的认错 把自己绑了归在路边磕头认罪 为了示好 还把自己的十二个亲信 交出来抵罪 那是相当的不地道啊 最终朝廷审判的结果是 杨殷龙交四万两银子抵罪吧 可别忘了交啊 我儿子活过来我就叫银子 要脸嘛 人都死了还要钱 嘿 我只是按流程办事了 杨殷龙回到了波州 又开始四处截掠 相当的无法无天 1599年2月 贵州巡抚江东之实在忍不了了 带着3000兵马去剿灭杨殷龙 结果不出意外 明军大败而归 贵州巡抚江东之被撤职 这时候的杨殷龙 简的就是巡抚杀手啊 直到朝鲜之一结束了 这可花了万力一大笔钱呀 哎 心疼啊 能别这么挖钱了吗 貌似还真不行 远在波州的杨殷龙是杀了花的得瑟 在波州四处劫掠 还胆大屠城 啊哈哈哈哈 这可把万力给愣几眼了 一定要剿灭杨殷龙 万力还赐予上方宝剑 杀无色 1599年11月 明军兵分八路 攻击24万人 浩浩荡荡地去竞搅杨殷龙 杨殷龙一看这明军的气势 才终于意识到 这次可不是闹着玩了呀 明军中的流艇相当神勇 1600年3月 流艇一路杀到楼山关 楼山关直插云霄 只有一条缝隙可上 这里只有一条道 我看你这么上来 推 啊哈哈哈哈 流艇也知道 从这条路上 那就是送人头 我们得从小路攀上去 哎呀不要不要 我恐高我恐高 结果明军从小路盘着同条 进入了关内 倒毁了炸弹破关而入 激战之后 杨殷龙的苗军抵抗不住 杀腿就跑 军队分崩离析 4月杨殷龙的苗军 退守最后的根据定 海龙屯 5月18日 明军各路大军 集结到海龙屯下 开始最后的攻击 杨殷龙命令士兵 以滚木垒石来阻挡 那明军呢 也急起干脆 直接用大炮怼了过去 看炮弹穿越火线 感受下火药的味道吧 形势危机下 杨殷龙只好亲自督战死守 他还让女人到同外去投降 我们投降了 杨殷龙已经服毒自尽了 稿子是这么写的吗 对对对 没错完美 杨殷龙这小子的话能信吗 他不是自尽了吗 这不是鬼话吗 当然不信了 啊哈哈哈哈 这一次杨殷龙的诈降失败 之后就是连日的大雨 明军将士们都是身陷离寒 苦不堪言 直到6月4日 天气突然转情 5日 流挺身陷士卒率先攻团 此时杨殷龙拿出几千两银子 激励手下的苗兵 你们要奋勇杀敌啊 结果苗兵们还是跑了个精光 杨殷龙这时才意识到 这下自己真玩了 接着明军破屯而入 杨殷龙上吊自焚而亡 至此从出兵到胜利 花掉明朝两百多万两银子 哎呀可真没钱呢